上期视频我们说到 兄弟会组织已经开始在废土各地发展壮大 本期视频我会开始跟大家说说 兄弟会组织在北美区域各个地区的发展概况 不过在介绍具体的兄弟会组织之前 我还是得把上期视频没介绍清楚的一些兄弟会的基本信息跟大家说完 关于兄弟会标志的实际含义 游戏设计者其实在初代辐射游戏中就说得很清楚了 兄弟会的logo有一组齿轮 一对翅膀和一把利剑组成 齿轮代表着兄弟会对于科学技术的追求 利剑代表着兄弟会捍卫自己信条的决心与勇气 而翅膀则代表着兄弟会对于未来的期许和希望 在大多数情况下 各地的兄弟会组织都有着两套相同的组织信念 第一就是兄弟会圣典 关于圣典自身 官方其实一直没有给出太多的具体内容 我也只是从各种NPC对话和游戏文本 来寻找各种与圣典相关的蛛丝马迹 首先由创始人罗杰麦克森亲手编撰的兄弟会圣典 是各个兄弟会组织在行动时不可否认的核心准则 用内华达隐秘谷的兄弟会成员 维罗尼卡的话来说 对于兄弟会而言 凡是圣典里记述过的内容就遵从 凡是圣典里没有记录过的 此事便无关紧要 而从辐射76中一段广播内容 以及从失落山丘远道而来的丹尼尔系的描述中 我们也可以得知 每一名兄弟会成员 在正常情况下加入兄弟会的仪式之一 就是诵读兄弟会圣典 并且启示永远遵从圣典教等 另外 根据最初圣典的规定 一名兄弟会成员如果被判为违背圣典 那么证明成员理应立即被押送到长老议会面前 接受审判 至于违背圣典的惩罚 从剧情来看 应该是从放逐到死刑不等 而且 兄弟会圣典也是唯一的兄弟会资深承认的 关于组织历史的官方记录 里面记述了从战前兄弟会的历史起源 特别是罗杰·麦克森的出身 到各种兄弟会组织重要成员的心得与录 以及生平成就等等 可以说 圣典已经定义了兄弟会组织 对于兄弟会成员来说 能够让自己一种积极的描述出现在圣典上 将是一种莫大的荣耀 由于圣典的重要性 兄弟会里一部分书记官的重要职责之一 就是维护与管理圣典 同时 在经过高层的允许 以监督下更新其中的内容 除了遵循圣典的指导外 兄弟会的第二大组织信条 则是严格的指挥体系 按照罗杰·麦克森的设计 兄弟会的指挥体系中 在长老这个职位之上 还有至高长老的同时 兄弟会总部还是有长老议会 所以理论上来说 至高长老和长老议会 才是整个兄弟会的权力核心 兄弟会的具体指挥系统 应该严格遵循一种 叫做束缚之链的指挥原则 而这套原则的核心 就是对每个兄弟会成员来说 对上只需要听从自己的指数上级 对下也只能指挥自己的指数下级 理论上来说 没有人有权利进行阅级指挥 也不需要听从阅级管理 例如 首都废土兄弟会长官欧文梁斯 在了解首都废土的现状后 就现场决定 把当地居民的安危 指于遵循盛典指挥之上 当地绝大多数 兄弟会组织的首要目标 是阻击与消灭超级变动人 以及为已经被辐射与污染 搞得民不聊生的首都废土 寻找洁尽的水源 这一系列安排直接导致 他麾下的一些兄弟会组织成员 选择脱离他的指挥 作为一种对于欧文背弃圣典的指示 这些人将选择严格遵循圣典的教导 甚至很自豪地称自己为放逐者 而讽刺的是 根据放逐者的描述 作为他们不服从指挥的惩访 欧文梁斯将这些人的记录 从自己可以修订的圣典版本中 永远的抹去了 好了 把之前不来不及介绍的内容说清楚 接下来咱们就可以看看 各大游戏中出现的兄弟会组织 到底有哪些属于自己的故事 在战后美国的西海岸 兄弟会一开始的主要活动范围 就是以加利营养为核心的地区 在后市 这里被废堵居民称为新加州 而钢铁兄弟会 就是在新加州率先崛起的一股势力 上期视频我们说到 兄弟会能够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 快速崛起 罗杰万一森鞠躬至尾 在掌权期间 为了兄弟会的未来 罗杰并没有满足于只招募一些散兵游泳 来扩充兄弟会的实力 实际上 利用自己的个人魅力 威望与兄弟会的愿景 甚至是自己战前的军队中积累的人脉关系 罗杰麦森收复了很多 有着专业军事背景的幸存者 来加入自己的阵营 比如说 我之前提到的 领导兄弟会阿巴拉切尔分部的圣骑士 塔科迪 战前的身份 就是美军油骑兵 他在战前领导着一支代号为塔科迪之雷的准军事化行动小队 2135年 为兄弟会的事业奉献了自己后半身的罗杰麦森 以示长辞 死因是癌症 罗杰麦森过世后 他的儿子麦森二世 接替他成为新的至高长老 而在不久之后的2141年左右 兄弟会已经停止了 直接从外部招募新成员 转而开始依靠内部成员生育 来培养新一代 22世纪50年代初 兄弟会与一火叫做毒蛇帮的强盗集团进入全面冲突 毒蛇帮 顾名思义 是一火以毒蛇为图腾 崇尚暴力劫掠 有一定邪教性质的蛮族帮派团体 由于这个团体会大规模习惯性地掠夺周边居民来获取物资 同时会血腥镇压与屠杀被掠夺的人员 出于安全等等因素的考量 兄弟会派遣部队来到地面 开始逐步倾脚毒蛇帮成员 在冲突初期 兄弟会相信凭借自己手中的先进武器与动力装甲 击溃比消灭一些战后形成的蛮族帮派是易如反掌的事情 然而像毒蛇帮这样在残酷恶劣的废土环境中存活下来并且能发展壮大的团体 必定有着超乎寻常的韧性与惊人的战斗直觉 这就导致2155年在一次局部遭遇战中 由兄弟会领导人麦克森二世亲自带队的青角行动宣告失败 麦克森二世本人也死于毒蛇帮杀手射出的一支毒箭之下 我们尚未得知当时的具体情况到底是凶徒敏锐地抓住了 麦克森二世没有佩戴头盔的时机 一击得手还是战况过于混乱 麦克森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弱点已经暴露 但是兄弟会显然已经明白自己低估了所面对敌人的狡诈强大 痛定思痛并没有花太多时间去挨到自己领导人的兄弟会 很快选出了新的核心来完成自己的任务 麦克森二世之子约翰·麦克森接铁了他的位置 在自己的父亲当权时就已经是一名身经百战的骑士 同时决心复仇的约翰·麦克森在分析战局后决定指派一名 叫做伦巴斯的兄弟会战士 作为清剿行动的实际指挥官 受以首席圣骑士头衔 事实证明有着丰富作战与生存经验 同时极为沉着于老练的伦巴斯 的确是此类任务的最佳人选 由他带队指挥针对毒蛇帮的复仇行动 进行了极为顺利2155年 在麦克森二世死后 兄弟会全面清剿行动开始不到一个月里 本来盘踞在加里夫尼亚地区 纵横废土已久的毒蛇帮 在有生力量被彻底消灭后 开始向其他区域溃逃 实际上 大家在莫哈尔废土上遇到的名为毒蛇帮的敌人 就是在新加州被击溃后 溃逃到各地区的毒蛇帮渔党 而毒蛇帮作为一个当地主要势力 就此被钢底兄弟会彻底除名 之前基本上保持低调的兄弟会 此时已经是当地废土不可小视的一步势力 后续扫出毒蛇帮渔党的行动 甚至成为了兄弟会进行外交活动的契机 尤其为兄弟会与中枢式建交电影的基础 中枢式是新加州共和国的五座核心创始城市之一 向北直通莫哈维废土 向南可以连接战前被称为洛杉矶 现在名为晒谷场战后居民定居点 在之前毒蛇帮匪患猖獗的年代 中枢式也饱受其流利 然而面对毒蛇帮的掠夺 中枢式能够做到最好的结果 也只是抵挡并驱逐毒蛇帮 所以在兄弟会成功粉碎了这火强盗极端后 中枢式也乐于与如此强大的武装团体 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加上之前双方也有灵清的贸易往来 随着匪患清除交流障碍被扫清 双方正式建交 而与中枢式建交也就意味着 此时的钢铁兄弟会 与后来2186年成立的新加日共和国 拥有了一个建立良好邦交关系的起点 外部通过征战控制足够的领土 在当地树立威望 内部囤积科技产物 掌握了大量的战前科技 在这个阶段 兄弟会的意识力在废土一日千里 然而此时的兄弟会组织 已经开始显露出一些令人不安的迹象 比如过于重视理工科技 而不注重人文历史的积累 在2161年的失落山丘兄弟会总部 如果有人拜访驻扎在此地的索菲亚收集官 就可以从他口中得知 也许是逃走于手中掌握的先进科技 也许是最新于凌驾一切的军事力量 现在的兄弟会内部 对于人文历史知识的传承缺乏重视 其组织已经开始出现历史断层的现象 这种迹象在年轻一代人中体现的尤为明显 甚至于当时的兄弟会新兵中 有不止一两个人已然忘记了 罗杰·麦克森到底是谁 甚至开始遗忘兄弟会起源的历史真相 不过与接下来兄弟会需要面对的 更加凶险的外部威胁相比 数点忘组在当时 显然并不算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2161年10月 兄弟会派出的一支巡逻队 在一片即便以废土标准而言 自然条件以及其恶劣的区域 发现了一具奇怪生物的遗体 这具尸体大致可以看出人形 但其身高有3.2米 体重达到了360公斤 厚实的皮肤在灯光照射下 会呈现出一种带有吸取绿光的暗灰色 在好奇心驱使之下 学龙队费心尽力将这具尸体 拖回到失落山丘中 交给了科研团队进行研究 修定会的科研团队在对尸体进行采样分析后 当时的首席研究员弗雷数据官 向长老议会传达了自己的研究报告 核心结论是 尽管与人类细胞结构诸多相似之处 这个奇怪的生物 其各项生理指标均以大幅超过正常人类标准 堪称双足行走的生物兵器 最关键的是 这种生物不可能是目前废土的环境中自然变异而成 因为解剖与细胞样本分析显示 该生物没有生育能力 同时 基于这种生物展现出的系统性的基因改造迹象 这种强化一定是在某种先进的科研技术中 进行系统生化改造的结果 在核战后各种奇怪的变异生物 恶劣的自然环境 还有盗匪横行的威胁中幸存下来的神 包括兄弟会成员在内 在剑多使馆的废土居民 面对接下来废土出现的新危机 大多都显得一些茫然 很多废土居民甚至无法想象 为什么一场悄然威胁到所有人的危机 会起源于一个各种意义上来说 本该被彻底埋葬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马里波萨军事基地 当然 现在的兄弟会对此一无所知 他们所知道的就是 如果有人能够大规模制造这种超级生物 如果这些人不怀好意 那么废土上的所有人都面临着一场灭牛之灾 当年麦克森射众离开后 马里波萨基地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 还要从一场失败探险说起 在中书市 由于贸易的巨大利润 以及人类与生俱来的好奇心 即便是充满危险的废土 都无法阻止一些居民去探索未知的世界 这些冒险者中就包括一名叫做哈诺德的行商 以及一名叫做理查德·格雷的医生 理查德不仅是一名优秀的医生 根据他的好友哈诺德的说法 在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的废土上 他甚至还是一名颇有哲学思维的思辨者 之所以理查德能有这样的背景 是因为他本人来自于著名的避难所城市 据说因为一场谋杀的指控 理查德被判流放 不得已之下背井离乡 定居到了中书市 在这里 他与同样充满冒险精神的哈诺德成为了好友 2096年 哈诺德经营着中书市规模庞大的一个商队 凭借顽强的意志和高明的商业手段 哈诺德收入不菲 然而在2102年 哈诺德的商队开始受到一群又一群不明变异生物的袭击 损失惨重之下 哈诺德决定从源头消灭问题 5月22日 当然哈诺德向理查德提出 想要去新加州北部 一个传闻有着各种奇异变异生物的神秘地区探险时 两人一拍即合 召集了一伙宝藏猎人 开始向北部的目的地进发 当然 看过我之前视频的朋友 已经知道 他们会在那里找到什么了 一个布置了大量自动防御设施的军事基地 以及一桶又一桶的强制进化病毒 这些病毒也正是各种变异生物的源头 在基地防御措施和变异生物的双重加工下 探险队几乎全军覆没 而哈诺德本人 在病毒感染与身受重伤之下失去了意识 他的具体故事 我们可以以后再说 重要的是 在哈诺德失去意识前 他亲眼见到自己的好友跌入装满强制进化病毒的巨大容器中 无论是因为战前研究 还是因为战后病毒在泄露过程中发生了心灵的变异 此时的强制进化病毒开始出现一些更加害人的特性 比如可以采集不同生物的基因样本 然后将这些生物组织强行融合到一起 组成一种新的生命组 而这就是大难不死的理查德身上发生的事 然而理查德并没有觉得自己的变异是一种负担 恰恰相反 在充分体力过自己身上的变异带来的各种能力后 理查德相信这种变异才是人类下一步的进化方向 现在以主君自居 励志带领全人类走向新世界的理查德 开始用包括绑架平民进行生化实验 挑选带领人 创建邪教在内的种种手段 暗中培植属于自己的势力的Unity和众联盟 直到此时 2162年 当主君已经遇见封时 一直暗中行动了他 才开始被废土上一些颇有实力的派系 查诀 其中就有钢铁的修理会 然而此时的修理会根本无法采取大规模行动 因为哪怕自己派出的赤猴部队在北方一去不返 外面还一直流传着 很多在北部活动的行商莫名其妙消失的传闻 与之前处理过的匪徒作乱等等明确的威胁不同 长老议会甚至都无法确定威胁的具体形态 也就不能贸然行动 事情的转机来自于另一位避难所居民 为了完成自己的任务 这名来自于地下的冒险者 在旅途上机缘巧合之下 解救了一名在中书市遇险的兄弟和士兵 以此为契机 他成为了多年以来首位加入兄弟会的万挨者 深受兄弟会信赖的他成为了终结主军阴谋的希望 如果大家在辐射仪中选择了帮助兄弟会彻底消灭主军 接下来兄弟会的剧情是这样 击败主军后 在后来的一段质子里 一方面继续派遣地面部队追击 驱逐以超级变种人为主的合众联盟与党 另一方面 兄弟会逐渐放弃对于地面的管控 转而进入地下 专心致志地开始进行各种技术的归档和研究 毕竟 创始人执笔的兄弟会盛典中就已经明确写过 兄弟会的目标应该是以保存人类为名 尤其是以科技产物为主 在这个过程里 兄弟会甚至会循序渐进地 将部分科技交给一些能够获得组织认同的外部人员 然而 兄弟会最新于囤积技术的日子并不会持续太久 接下来他们需要面对一个科技实力更加强悍组织的挑战 事实证明 罗杰·麦茨意见到了今后兄弟会将面对的一个重大威胁 如他一开始设想的那样 由战前达根贵人以及精英科学家组成的 被称为影子政府的英克雷 不仅安然度过了核战 甚至凭借战前去积累了大量资源与合法政府的名头 试图恢复自己对于整个废所的合法统治地位 只不过 自诩未受任何变异影响的正常人他们 会怎么看待现在已经习惯了各种变异与辐射影响的废所居民呢 2241年5月16日 13号避难所 对于当时的避难所居民来说 今天算得上是个值得纪念的好日子 因为就在昨天避难所的领导者郑重其事地宣布 美国政府已经确认了该避难所的开放之力 避难所已经决定在第二天打开大门 让里面的居民重新回到地面上定居 随着沉重的避难所大门缓缓打开 面对出现在避难所外全副武装的士兵们 几名居民毫不意外 甚至还举起手来和他们打个招 然而在下一秒回应他们的 是身着高科技战长英克雷战士 手中露出火石的枪口 兄弟会需要面对的就是自己的前任老板 同样掌握着包括动力装甲技术在内的 大量先进科技的英克雷 而英克雷已经将现在的废祖居民 视为不洁的变异体 准备通过一些特殊手段 一举清除废祖上包括人类在内的大量生命 而兄弟会会惊讶地发现 自己曾引以为号的科技底蕴 在英克雷组织面前不值一提 尽管已经非常注重科技的保存和研究 并非科研组织出身的兄弟会 显然并没有理解所谓科学进步的核心 到底是什么 兄弟会并非完全拒绝交流 然而即便是在所谓技术交流的过程中 兄弟会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一种 对于所谓科技正统的迷气 按照驻扎在洛杉矶废土的 兄弟会特工马修的说法 兄弟会所谓的技术交流 本质上是让自己成为学术发展的科技警察 这意味着兄弟会随时 有权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管控任何技术的存在 形成事实性的知识垄断 然而纵观人类文明 对于学术的追求 应该是谨慎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同时 昂首向前仰望星空 而非匍匐在巨人脚下 将任何前人得出的结论 当成理所当然的金科玉律 然后党同伐医 这种灵性与傲慢 不可避免地让兄弟会的技术研发 陷入僵化与无区 换消息是 当年编撰兄弟会盛典的罗杰麦克森 现在已经不可能告诉自己的后人 自己亲手撰写的规则里 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漏洞 先前兄弟会面对的敌人 要么是战后兴起的门人部落 要么是偶然获得零星高科技产红的个别组织 现在当队上的同样积累大量战前科技 甚至在积累程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殷克雷时 兄弟会深深感受到了自己的无力 为了应对新的威胁 兄弟会开始发挥自己其他方面的优势 比如利用在常年保持低调的过程中 慢慢建立在情报红络 开始从暗中正直了解自己要面对的新敌人 在罗山西 兄弟会甚至在人口稠密区建立了一座几乎无人知想的谍报不动中心 然而仅仅能够暗中观察是不可能打败自己的对手了 最终 兄弟会还是靠着自己上一位英雄的后裔天选者的帮助 最终在英克雷咄咄逼人的攻势中信存下来 在新加州的英克雷组织败亡后 按照我个人的理解 兄弟会将自己在这场战争中的失利归咎于技术积累的薄弱上 所以 兄弟会开始向其他地区派遣先前队与探险队伍 一方面继续搜集各种战前的军事科技产物 另一方面 开始试图将兄弟会的理念传播到四面八方 壮大自己的组织势力 只不过 尚未意识到自身组织里面真正缺陷的钢铁意志 很快就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不过 这些内容我想留到下期视频再说 本期视频结束前 咱们来聊聊 与罗杰·麦克森同时期的人物伊丽莎白·塔戈迪 他所率领的西弗吉尼亚钢铁军集会到底发生了什么 从时间线上看 位于阿巴拉契亚山脉的钢铁军集会分会的故事 可以分为两部分 其中一部分故事的时间线 远早于游戏主角从避难所上出发的时间 这是一个讲述了西弗吉尼亚军集会的起源 以及他们是如何与服侍病毒作斗争 最终战至全军覆没的故事 想了解这段故事 我们需要把时间线退回到核战发生时 先来聊聊 几乎毁掉当地生态平衡的服侍病毒 到底是怎么来的 白泉地堡 一座专门为该地区的政府机构人员准备的避难所 这座设施也就成为了后来西弗吉尼亚英克雷组织的行动基地 充分考虑到核战发生时可能出现了大规模简单情况 白泉地堡甚至被设计为可以在最低限度人员指手的情况下实现自动运作 该地堡还配备了为该设施量身定做而成的代号为莫路斯的AI 协助前来避难人员进行日常管理任务 最重要是为了保证该设施能够最大限度的保存战线文明 甚至是在核战这种极端情况下 也能保证美国政府对自己的敌人发起反击 地堡配备了极为完整的科研医疗以及生产设施 这就为该地区英克雷的暗中活动提供了极为坚实的基础 之前我就已经介绍过 在战后能保有较强独立自主科研能力的组织并不多 而英克雷恰好就属于其中技术实力不俗的一个 2082年的阿巴拉奇亚山脉 已经站稳脚跟的英克雷开始按照预定计划 针对战前美国最大的敌人策划一场所谓的反击战 失去了战前各种条例甚至是文明底线的约束 一些组织成员更加肆无忌惮地开始各种禁忌的武器研发 其中自然就包括各种生化武器的研究 2083年 首中国有强制进化病毒样本的英克雷生化研究部门意外发现 将一种蝙蝠暴露在辐射与强制进化病毒下 可以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变异生物 以及一种崭新的病毒样本 这种蝙蝠就是后世浮尸病毒的零号病人 然而要问为何浮尸病毒能在废土上扩散开 我们需要将目光投向一个人 汤马斯·艾肯哈特 艾肯哈特战前是美国农业部部长 核战爆发时 由于美国战时的指挥权移交系统生效 在财政部长被确认阵亡 并且无法联系到其他高级官员的情况下 汤马斯·艾肯哈特被权舰系统自动推举为当地英克雷最高长官 艾肯哈特在上任后开始不遗余地继续推行战后政府的反击计划 按照艾肯哈特的构想 最理想的攻击手段 自然就是直接动用地堡中配备的核攻击系统 对美国战前的敌人实行核报复 然而他的计划受到了诸多阻碍 一方面地堡中一些组织成员并不像艾肯哈特一样 执着于毁灭与复仇 另一方面 执行核打击的核武器自动管理系统 被设定为只由美国本土进入一级战备的情况下 才允许指挥官主动授权进行核反击 而随着之前核战结束 管理系统判定一级战备状态不终极 面对这种情况 艾肯哈特依旧执着于自己的复仇计划 他一直在暗中策划如何巩固自己的权威 同时抓紧一切机会 发动新的核战争 而那名研究员的意外发现 让艾肯哈特自为式地觉得机会来了 在反复确认了科研人员关于病毒的研究结果 甚至是这种病毒的潜在威胁后 艾肯哈特当场下令第一 禁止销毁实验样子 同时将已经变异的实验体 转移到专门的实验场地中进行下一步的培养 第二 不得将该实验相关的任何信息 透露个地堡中的其他人员 艾肯哈特此举就是为了将这种致命的病毒 大范围散播到地表 从而让自动管理系统误判局势 看照他的设想 如果系统侦测到大龙龙生化武器袭击 那么可能会将战备状态升级为一级 更重要的是 艾肯哈特认为外部环境的恶化 会巩护自己在信存者中的绝对权威 然而 这种丧心病狂的举动 直接点燃了白权地堡内战的导火索 发现真相的其他信存者们 直接与艾肯哈特以及他的支持者们开战 最终导致了地堡内 包括艾肯哈特本人在内的所有人员的死亡 2080年前后 这种能够导致人类文明灭绝的瘟疫 已经被全面释放到地表 76号避难所的监督者就记录了瘟疫的0号病毒携带体 一只已经严重变异 一盏超过数米 有着尖牙利指可以发出声波攻击的怪物 它甚至可以直接通过喷射毒物的方式来感染其他生物 而目前 阿巴拉西亚山脉种类丰富的生态圈 也为病毒的传播提供了作为方便的媒介 该病毒的特性之一 就是可以无视生命体的代气种类 无差别的对各种生物进行感染 其中自然也包括人类 该病毒的传播方式类似于狂犬病毒 可以通过各种体验交换传播 而这种病毒的另一种特性 就是除了空气传播外 与被感染者的直接肢体接触 也有可能导致病毒传染 根据响应者的记录 被感染生物会经过几个感染阶段 首先 被感染生物的皮肤开始变暗变黑 散发出一种灰烬的气味 接着 感染者的外表好似被某种看不见的火焰灼烧 开始变得焦黑 在此阶段结束时 感染者的外表会被一种类似于灰烬的物质覆盖 所有感染生物的共性就是行为狂暴化 这些生物会抓紧一切时机攻击其他未感染个体 而对于人类感染体同样是变得充满攻击性 被感染人类仍旧保留着部分高等思考能力 比如使用包括补器在内的一些工具 整个阿瓦拉西亚山脉 甚至其他地方的生命都面临这场灭顶之三 而当地一些颇有实力的组织 包括部分掠夺者团体在内 此时终于决定放弃彼此间的争斗与分歧 团结到了抗疫的目标下 在罗杰·麦克森确定兄弟会关于保存技术的目标之前 伊丽莎白·塔格尼领导了西弗吉尼亚兄弟会分部 与当地的各种势力关系说不上都融洽 甚至在2082年 响应者组织为了阻击超级变种人的袭扰 请求兄弟会给予物资志愿时 双方还因此爆发过冲突 但是在2080年5月 兄弟会和响应者还是联手击溃了 盘踞在亨斯斯维尔地区的超级变种人 罗杰·麦克森文讯后立即发来了贺电 同时宣布兄弟会保存科技的新目标 在浮尸瘟疫袭来时 兄弟会成为了较早一批对此威胁作出反应的团体 一开始兄弟会认为这种蝙蝠一样的怪物 只是另一种核战后出现的千奇百贵的变异生物之一 很快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在迅速扩张 将一座救风人员当作自己的新机翼之后 在兄弟会总部技术人员的协助下 这些在漫越美沼泽活动的感染体 让兄弟会意识到了 他们面对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威胁 失落山丘总部尽自己所能 为远在美国另一端的同志提供了帮助 然而于通讯系统损坏 2090年前 双方的通讯交流已经被彻底切断 在彻底失联前 麦克森发布命令 不惜一切代价阻断该瘟疫的传播 必要情况下 深受兄弟会忌惮的核武器攻击也在考虑之列 当地兄弟会此时已经研发出一些有效手段 来打击感染体 比方说用声波装置 将浮尸兽引到自动导弹发射系统的攻击范围中 然后用重火力进行有效击杀 然而情况每况愈下 当初因为急速扩张 把自己的大本营从冒险者营地 搬到了反抗要塞的兄弟会 由于在与感染体作战过程中严重减缘 现在不得已之下 还要放弃自己原本的家园 2093年7月23日 冒险者营地被正式废弃 残云的兄弟会成员 现在只能以反抗要塞为核心 继续与瘟疫作斗争 2094年1月前 兄弟会倾尽所有 甚至不择手段的在反抗要塞中 储备了数以千件的常规与非常规弹药 食物补给 医疗资源 专门用于供给前线与感染体奋战的 兄弟会战士 而这些准备更多的是因为 形式的恶化让兄弟会意识到 是时候进行一场赌上一切的最终抵抗 在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后 以伊丽莎娃为核心的兄弟会 决定执行项代号为触地行动 规模空前的自杀式战斗任务 在此之前 兄弟会在长期与感染体血战的过程中 逐渐挖掘出更多浮尸病毒的感染特性 比如说身为感染源的浮尸兽 居然可以以一种心灵感应式的蜂巢集体意志 控制被感染的各种生物 那么反过来说 如果能够击杀甚至消灭这种病毒扩散的源头 哪怕一时之间无法彻底跟除病毒 起码也可以大大的拖慢瘟疫的扩散速度 而兄弟会此时已经锁定了 目前浮尸兽活动的大本营 当初被英克雷作为实验场地的玻璃洞穴 无论该任务能否成功 前去执行任务的作战人员注定生还渺茫 的确 消灭风潮意识的核心 能够有效打击整个病毒的传播网络 然而一旦核心受到威胁 附近区域的所有感染体 一定会疯狂涌向母体进行支援 而执行任务的一线人员 无论能否完成目标 要面对的都是铺天盖地 袭来的各种感染生物 而且该任务的最终阶段 实际上就是在洞窟中安放炸药 通过爆破的方式 直接阻断了感染体与地面的联系通道 2095年1月29日 圣骑士伊丽莎白塔格黎亲自带队 钢铁兄弟会精锐其出 触地行动正式开始 最终 前去执行任务的兄弟会成员 无意生还 伊丽莎白的遗体 至今还留在漆黑冰冷的洞窟岩壮之上 而激励残伦的兄弟会成员 甚至无暇回收阵亡将士的遗体 因为触地行动结束后 仅仅几周时间 本来陷入沉寂的病毒发源地 再次开始涌出一轮又一轮的感染体 而此时 整个西弗吉尼亚废土 已经无力与之抗衡了 2095年8月 西弗吉尼亚钢铁兄弟会全体成员 在各自的岗位上战斗到最后一刻 他们固然失败了 但他们的牺牲不是枉然 正因为他们的战斗 后来者在研发疫苗解药时 才有了第一手的研究资料 更重要的是 包括兄弟会在内的所有牺牲者 为阻断病毒扩散 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本期视频 我主张为大家介绍了 兄弟会组织在崛起壮大阶段的重要事件 也是在这个时期 钢铁兄弟会变得更为强大 开始影响整个废土 目前为止 大家从这些故事中不难看出来 兄弟会在通常情况下 更像一个高效硬核的准军刷组织 下期视频会是兄弟会发展史的最后一期 我来为大家盘点一下 兄弟会在内华达 芝加哥 德州 以及西海岸的麻省联邦远征军的概况 也正是从远征阶段开始 兄弟会需要解决的问题 开始更多的来于内部分歧 尤其是具成员的信念危机 咱们下期视频见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